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一期测评你 我使用了擒头视角进行拍摄 其实视频中所有的画面 我只使用了这台老旧的iPhone 5C进行拍摄 大家想知道是怎么做到的吗 五毛钱特效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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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毛钱你绝对买不到 17块6毛五不能再少了 没钱你可别装X呀 首先你需要一个手机三脚架转接夹 淘宝最低4块6毛五包油 17块6毛五我没有骗你吧 用这个来夹手机足够了 夹个小型夹用摄像机也足够了 其实这个夹者力量是非常大的 大家不用担心会叫上 不信你去试试 你敢吗 这个能接上单反吗 当然可以了 接口是通用的嘛 不过相机掉下别怪我 如果想要牢靠点就试试这个 也不贵 十几块包油 把它牢牢的选紧在琴头上 绝对不会掉下来 除非你的琴头断了 看吧 第一个是不是更高啊 这是问起来的 琴头这么重你怎么弹型啊 我既想获得这种琴头视角的高逼格即视感 又不想我俊俏的脸庞埋模仪镜头之外 怎么办 这个可能你用这个手机和夹子 比较难办到的 你可以考虑一下增加一下预算 花几百块钱买一个 国产的广角运动相机 再在淘宝上淘一个硬又黑 不过它可真的很硬 有时不好掰到自己想要的角度 但是硬是件好事 硬才能撑起相机嘛 它才不容易在我们活动过程当中 老是软下来吧 好了 这样你就可以把你弹琴的手势和你俊俏的脸庞 同时囊括在视频里面了 对了 GoPro原装的硬又黑可要三百多块钱了 这个大用品只需要十分之一的价格 当然我始终相信一分钱一分货嘛 原装的也许能硬能软吧 掰起来硬特别的舒服 不过就我目前所使用的范围来说 我觉得这个大用品完全够用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硬又黑实在不太方便 实在太硬了 那么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万象支架 不过它相对贵一些 60元左右 但是它的确更方便 而且质量更轻 我觉得这个装成本也不算太高吧 同时这个万象支架采取的是螺旋式的固定方式 它可以固定的更稳固 因此它更能适应夹取空间较小的场合 比如说这个勇士吉他的琴头 只有那么小的尖角可以去夹 但是这个万象支架 依然可以夹取得非常的稳固 最后 如果你要追求B格的极致体验 那么你一定要尝试一下 这个GoPro运动相机 超宽的广角 超棒的画质体验 你看 连我这工作室都一览无影 今天的麦可照傻瓜 傻瓜 好了 今天的麦可照傻瓜设备教室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欢迎加入到我的音乐交流群 与我和我的朋友们畅聊音乐 下次再见